Hello 大家好 我是广市小凤 今天主要就是搞上卫生快过年了 再加上这几天回潮 所以说该插的插一下 然后该搞的搞一下就可以了 也可以说就是搞卫生过年 因为也快过年了 虽然说这个房子没有入住 但多多少少都会有灰尘的 刚刚去物业那里借了个梯子 现在爬上去 然后把这些柜子 天花板吊顶插一下 没有梯子不行 不够高 有点恐高哦我 把这些插一下 其实脏 不是很脏 真的 哇 真的 这个活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这只要是我有点恐高 所以说爬上去啊 提心吊胆的 不知道应该摔不上来吧 这种梯子比较稳 插上这边 这些柜子里里外外都插一遍 之前已经插过了 但现在也要插一下 用毛巾插打丝 之前呢已经搞了一次开黄宝洁了 但现在过年了嘛 也要把它搞得干干净净的 过个新年啊 新年新气氛 所以说把它擦干净一点 搞干净一点 哎呦 哎呦 梯子插完了 现在插上上面的这个天花板 真别说 搞这个卫生啊 比我养腰 我感觉累多了 因为怕爬这个梯子啊 其他的都还好 现在把这个插座 插板这里的插一下 还是挺脏的 里里外外的插一下 灯关了 现在插在上面这里 感觉插不到啊 不够高啊 这个梯子 哎呦 太恐慌了 好像不稳的 这个 手不够长啊 用这个插板 看到没有 这个房子啊 都没人住啊 装修好 都长这个蜘蛛网了 所以说 不搞都不行啊 下面呢 已经插完了 然后现在呢 来插上这个 围栏这里 还真别说 不搞不知道 一搞啊 还是挺脏的 没有封窗嘛 所以说很脏 这两根毛巾 拿来晒干净 然后等一下擦里面 这个脏 然后就擦外面 再呢把沙发 擦机啊 桌子啊 擦一下 然后把地脱一下 就差不多了啊 里面还好 不是很脏 就是外面啊 因为里面呢 我会时不时的出来 搞一下 就是外面很少搞 所以说比较脏 把它搞得干干净净的 然后看着呢 也舒服 擦下沙发 现在呢 把这个沙发移出来 然后把里面脱一下 里面脱不到 一直都 把它移出来 之前 我以为这个沙发很重 所以说就没有把它拖出来过 没想到这么轻啊 轻轻一推 它就 推得动了 唉 哇 里面也是挺脏的 灰尘还是挺多的 没事 脱吧 把地脱完 就已经差不多了 然后就等着过年就可以了 就算完工了 我这里卫生搞得 用力 可以了 这个把它推进去一点 完工 好滑 我这个地板 都脱了这么多回了 还这么滑 我都没有放那个地板清洁制 都这么滑 放的话还得了 不用放了 就这样脱脱就得了 所有的卫生已经搞完了 搞了两个小时 又是擦又是脱又是妈的啊 该弄的都弄完 今年也就这样过去了 今年也就这样过去了啊 希望 2024年会越来越好 然后也会越来越上进 越来越努力啊 也要把自己定下来的这个目标 要一步一步的完成 哇 卫生搞完了真的是不一样 看着都舒服 厂量多了 没搞之前 总感觉 这里不舒服 那里不舒服 搞了之后感觉 舒服多了 心里面 走了 总感觉